我是沈阳人 所以是北方人 我们北方一定是有吃月饼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吃的最多的就是五人月饼 然后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皮 就不太敢吃那个什么 红丝绿丝的那个 里面还有冰糖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那个 对冰糖有的时候没话吧 那种硬硬的还特别割芽 我记得我小时候 芽好像还被割掉过半格 就那种 但是就是一到中秋 就觉得因为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然后也知道中秋月亮特别美 所以小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过中秋 特别喜欢过中秋 能吃甜食 昨天我们采访了那个 韩磊 他说他呢 不是那么的爱吃甜食 但是中秋的月饼 一定要吃那一小块 这个节气 这个食品 美食中国传统的 这个一定要保持 是的 而且一定要吃 就包括有的时候 现在我们家还会买 从前的那款 无人的月饼 就因为中秋就是 中国人特别传统的价值 所以可能家人来讲 一是觉得团聚 二是觉得一定要回味 那个当年的那种 团聚的那种 有传统意义的那种 那种回忆 所以我们家还会买 无人月饼 就一看到就很亲切 想到小时候 对对对 但好像无人月饼 有时候在网上不受待见 好像 现在因为月饼的 种类太烦多了 而且现在月饼 都做的特别好吃 但是能吃 尤其我特小时候 喜欢吃那个 无人月饼那个皮嘛 我们家就 我有时候偷偷的 就是我妈一发现 好多那个盘子里 无人月饼的皮 没了 就都是我干的 然后剩的都是那一坨馅 对 昨天我采访那个歌唱家张也 他是湖南人 他说湖南的月饼里面 还有辣椒丝呢 真的吗 那太爽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 无人可能比较大众化一些 是因为北方可能还是 偏传统大众一点 今年计划国庆中秋那一天 在哪里呢 和谁度过呢 今年会在工作 但今年国庆中秋也会有晚会 跟大家见面 是的 那还是挺丰富的 跟观众一起过 跟观众一起过的 好 是的 虽然呢 我们为了保密 不能跟网友们来 透露 秦岚要和谁搭档呀 演什么节目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侧面的说一说 让大家能够形成一种期待啊 今年 我觉得今天晚上 我的表演形式 应该离月亮更近一些 然后 虽然我嗓子这样 但我会努力调好 然后到那天给大家带来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 对 能说一下自己的服装 这次的设计吗 这次的服装 应该还是长长的裙子 然后 会有一些闪亮的元素 好的 让我们特别的期待啊 好的 因为秦岚嗓子 确实是啊 刚才我能感觉到 虽然他非常愿意跟我们交流 但听起来确实是有一些 是的 我们就尽量保护 让他在舞台上 放出最光芒的 耀眼的风采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好的 再见 再见 好嘞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这个